那我现在呢 我现在可不可以再去看月 这样刚刚是记 对不对 好 那可不可以再继续下看 继续下看 可以 所以这边是月 其实如果以这样子来去看的话 我会觉得说 他没有季节性 就是他维持在这条水平线上 很多个月 所以你们可以去做统计检定 反正这个检定出来 应该是不会过的 可以了解吗 可是如果说你去做那个 卡方的 卡方的什么检定 去看刚刚的季节性分布 他是可以过的 以季来去看 他会过 然后以月来去看 他不会过 这个意义是有的 就是他有时候 他是会有淡忘季的问题 但是他没有淡忘月的一个差异性 反正只是在讲统计而已 好 这个网上的箭头请点一下 再点一下 好 再来 再来 我现在要讲 我现在要讲这个图示 你不要知道太多 你只要知道第三个跟第四个 还有第一个就好了 这个 这个 他也是向下探索 请问 年 向下探索 所以下一个阶层是什么 季 对不对 他也是在做向下探索 所以 现在是年 所以他的向下探索就是季了 可是他中间有没有看到一条横线 横线 就是 这个跟这个一样都是两个往下的箭头 对不对 可是这个多了一条横线 所以请点一下他 这多这条横线就是 他不会把 aggregation 不会把它聚合在一起 他是 各自独立 各自独立 就是 就是这个第一季 第二季 就是2011年第一季 2011年第二季 2011年第三季 2011年第四季 可以了解 这就是他的连续性 既然他是一个连续性 请问他可不可以画出趋势线 他一样不可以 可是